欧阳靖吴先生早年说 佛法不是哲学 他说的也很有道理 为什么呢 哲学里头有能有所 佛法虽然讲能讲所 他能说是一不是二 能说不二 这个在哲学里头没这个说法 所以他说 佛法了 非哲学 也非宗教 二位经世所必须 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不能少了 摄像无不像 非万空于断灭 我们还拿电视屏幕做比喻 摄像是 摄像就像电视的 荧幕 荧光幕 这摄像 摄像无不像 无不像就是有像啊 对啊 我频道也打开 有像啊 不是无像啊 有像 谁也有像 他还是摄像 刚才我说的很清楚了 摄像跟妄像呢 他融合在一起 四年回四 但是不能分别 你不能分别 哪个是妄像 哪个是实像 不可以分别 妄像就是实像 实像就是妄像 可是那个实像跟妄像 真的是 是不一样的 它在一起 永远分不分不开 也就是 变发界 虚空界 所有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 都是实像变现的 全是自信 真无自信在哪里 没有一发不是 我第二年 这个是不是 是了 怎么不是呢 样样都是了 他的体就是嘛 随便念一发就是了嘛 那见性的人跟不见性的人 有什么两样呢 两样 不见性的人执着 分别 那见性的人呢 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不见性的人 心量很小 什么都很计较 渐性的人 心量跟虚空发戒一样大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他不会计较 他不会支出 不一样啊 渐性的人发习充满快乐 不见性的人烦恼充忠 他生活的很苦啊 怎么会一样呢 渐性的人看破了 没见性的人没看破 所以 实际上不是万空 万空是什么 是讲这个虚空啊 什么都没有 这个荧光幕的时候 不是什么都没有 他有 那频道打开的时候 他能够现象 也不是断灭 断灭什么 是把这象啊去掉 那就都断灭了 能不能断灭呢 断灭不了 你去不了 非如兔毛 这个龟毛兔久 乌龟没毛 兔子没久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 比喻万空断灭 跟这个意思不一样 是一切虚无啊 他不是一切虚无 他真有 但是真有 有的象 决定是假象 不是真的 这就是从一提 其二用 那个二用这现象 那是假象 二用第一个 是一报 就是宇宙 变法界虚空界 在华严经上 我们看到的 华藏世界品 世界成就品 你看看这两篇所讲的 那是 大乘佛法的宇宙观 比现在哲学 强大相细啊 现在科学家 哲学家 跟华藏世界 比的时候 差远了 华严经 讲的时候 重重无尽 这个 科学跟哲学 都还没有讲到 那佛经上 讲的真的吗 真的 一点都不错 微尘里头 有世界 那个世界 跟我们这个宇宙 是一样的 没有两样 微尘里头有 那个世界里头 又有微尘 微尘里头又有世界 重重无尽 所以说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 这是真的 有自信 自信是圆满的 没有大小 没有先后 没有先后 没有时间 没有大小 没有空间 那时间跟空间 都不存在 这是在 长济光里面 长济光在哪里呢 变一切处 无时无处 它不存在 因为它变的 它是能变 能生 能变 宇宙万无 是所生所变 能所是一 不是二 所以 欧阳静吴先生早年说 佛法不是这 他说的也很 有道理 为什么呢 哲学里头 有能有所 佛法虽然讲能 讲所 他能说是一 不是二 能说不二 这个在哲学里头 没这个说法 所以他说 佛法 非哲学 也非宗教 二位经世 所必须 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不能少了 他确实 能帮助我们这个社会 解决问题 用大乘佛法 来解决现在的社会问题 你现在社会乱了 地球灾难很多啊 真正用大乘佛法 用无量寿经 用华严经 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需要多少时间 不会超过一年 社会安定 灾难就没有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那你不相信就没办法了 阿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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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